那要怎麼阻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在加州舊金山附近的一個公立圖書館 有變性人讀書給小孩的時間 然後有一群人 現在別人說這是proud boy 一個白人至上的組織 出來攻擊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當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要來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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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聽說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抓到自己的小孩 我這家是假裝 這麼小孩 來講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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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那些辯證 那是任何個人agog願 快就會拿來看一下 但這家庭啊 真有什麼偶像 可以帶來看一下 為一個小孩 為一個小孩 我是一輪的小孩 我沒理解 我沒理解 為什麼你帶孩子去Pedophile 我們不是說話 這不是Vulgar language 你應該要害羞 你應該要害羞 為什麼你會帶孩子去Pedophile 為什麼你會帶孩子去Pedophile 就是證明你自己是Pedophile 就是證明你自己是Pedophile 你會帶孩子去Pedophile 證明你自己是Pedophile 這真可憐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你為什麼要把你的小孩 給一個性變態 給一個戀童癖 你要你的小孩去圖書館 讀故事 聽別人說故事 這個非常非常正常 我現在小孩聽不太懂 我也會讀故事給他們聽 但是為什麼你需要一個 穿女裝的男人 讀故事給他們聽 然後臉畫成那個樣子 為什麼小孩的故事時間 會需要包含那個男人 私下的性生活性癖好 當然這個變裝皇后 就開始上媒體在那邊說 他很難過 他很傷心 他感覺被傷害了 現在警察在做一系列的調查 要抓出這些造成變裝皇后 LGBTQ的人受傷的這些仇恨人士 我沒有片段 但是我不想放 因為我最近已經被那些畫面 噁心到了 不過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那些抗議的人做的事情 是不是對的 如果這是一個有文化的文明的話 那個變性人 那個Drag Queen 就應該覺得不舒服 一個大男人 因為自己的性癖好 穿著女裝 畫著大農裝 接近小孩 這樣子就是應該被譴責 你就是應該感覺到不舒服 剛剛那一系列的行為 如果讓那個人覺得很爽的話 那他就應該要覺得不舒服才對 把這些性變態跟小孩放在一起 不應該是個正常的事情 而且這是在一個公立圖書館 一個民眾的稅金運作的公立機構 那些人就是有資格去抗議 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這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納稅人有資格去抗議 我們的稅金如何被使用 那就算是一個私人機構 讓一個性變態跟兒童在一起 也是虐待兒童 不合理也不合法 我們有資格要保護我們的小孩 不被性變態侵犯 但是舊金山的警察 不會用這個方式來調查 舊金山的警察 會把這個當作一個仇恨罪犯 OK? Hate Crime 各位聽了沒有錯 警察要做的事情就是 幫助變裝潢後 可以保持好心情 每個人身體都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 在你的身邊 例如擦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 無毒、無害、無動物測試 Ten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 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去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 10% off的遊會 Niji Nails的指甲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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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